英国脱离欧盟 这让亲密盟友美国一方面失去了欧盟最重要的经济伙伴 长期利益可能受到损害 美国总统奥巴马第一时间电话联系英国首相卡梅伦 除了表达美国尊重英国决定的立场 同时强调将维持英美两国的特殊经贸关系 奥巴马强调美国与英国之间关系是长久的 英国是美国不可或缺的伙伴 奥巴马也与德国总理默克尔交换意见 表示美国将在这段过渡期给予欧盟协助 除了经济策略之外 在国防事务上 美国国防部长卡特有现先与英国维持良好的防务关系 英国依旧会是美国在北约最重要的盟友 明镜与点点栏目